Hello大家好,我是黑木爸爸,我们今天来讲牛志。 在这非常感谢大家。 新鲜的牛志会比其他草药,抗氧化活性高3到20倍,并且是苹果的42倍,马铃薯的30倍,蔬菜的12倍。 牛志在食品防腐,表现出比添加在加工食品中的丁肌抢肌甲本,以及丁肌抢肌回香泥,这两种合成抗氧化剂,拥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 一项研究,对牛志精油成分进行评估后,证实了具有显著抗氧化的特性。 牛志提取物可用在食品保存,以及改善肠味道的健康。 其中的希腊牛志,以驱痰与抗菌,以及驱风效果闻名。 牛志为地中含饮食之中,最常见到的一种草本植物,并长期被认为具有预防癌症,保护心血管与降低肠味道炎症。 以及许多健康好处等效果。 现今,牛志被证实具有多种生物活性与特性,并且能有效抗菌与阵痛、抗炎,以及抗氧化等作用。 牛志肝叶含有大量三贴分酸,其中包括熊果酸、咖啡酸、紫草酸与奇蹲果酸以及迷迭香酸等,并含有其独特的成分,如牛志唇A与牛志唇B。 牛志在体内与体外证实具有抗炎,以及抗氧化活性,并也含有其他,具有明显作用的生物活性次生代谢物。 其中包含有,类黄酮,与芹菜素、金草醇、胡皮素、圣草酚、圣草刺干、木稀草素、香叶木素、与6β骨灾醇,以及β石竹锡氧化物等。 牛志在古埃及的时期,就有被作为防腐剂。 与解毒剂使用,约公元前5世纪时,从西波克拉底时期以来,牛志就有使用在抗菌活性,调制皮肤病、呼吸道,以及消化道感染等症状。 于莎士比亚时期后,牛志几乎被用在任何用途上。 在中国传统医学之中,牛志更被用在治疗呼吸系统疾病、汗肠胃道疾病,与抗菌、抗炎、中暑、发烧、震痛、呕吐、耳痛、水泡、利尿、溃疡、牙痛、糖尿病、牙银炎、月经失调、皮肤感染、与口腔感染、以及减少肠胃道疼痛等症状。 但最主要的传统用途,是用作驱风剂、剑胃剂以及解净剂等,通常以口服的形式使用,但也可作为沐浴、蒸汽吸入与芳香疗法,其中包括利尿剂、调精剂以及催情剂等使用方式。 传统医学之中的主要治疗效果,是因含有的分类化合物表现出的抗菌与抗炎,以及抗氧化特性并且抗菌活性的强度。 和化合物的含量有直接关联。 这些相关的化合物含量,又取决于收获其、地理来源与土壤成分以及气候生长等条件下。 因此就算在同条件下生长的牛制,含有的成分也会有所不同。 牛制油在传统医学领域之中,也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效果,并且也是植物药物的天然来源。 另外,牛制油含有的活性植物化合物,可能具有的药理益处有抗菌、抗炎、抗氧化、抗衰老、抗增值、抗糖尿病、与维护血管、伤口愈合、以及改善肠道健康等益处。 并可能调制感冒、与流感、癌症、腹胀、尿频、胀气、腹泻、恶心、利急、咳嗽、呕吐、黄胆、结肠炎、糖尿病、心脏病、消化不良、慢性风湿、月经症状、与支气管肺炎、以及胃酸过多和肠胃道疾病。 也可能缓解头痛、与牙痛、胃痛、耳痛、哮喘、肌肉退化、一般性感染、炎症相关疾病、以及肺部疾病,并使用在增强免疫系统等。 当漱口水使用时,还可能减少牙齿感染、与喉咙痛、牛制油含有的主要活性成分,是分类单贴,约占总成分的90%。 其中的香秦氛被认定为是最主要的化合物,其次为百里香氛对散花厅,以及Gamma贴品锡。 其中的百里香氛和香秦氛提取物,是具有抗菌的两种分类,在体外也能有显著的抗氧化,与抗菌活性,能够破坏与抑制多种微生物的滋生。 例如,黑曲莓,与大肠杆菌、里斯特菌、酿酒酵母、白色念珠菌、腊氧牙包杆菌、枯草牙包杆菌与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柔嫩艾美尔球虫等。 牛制的叶子、干燥后的草药,以及挥发油,在民间医学应用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不只使用在医学之中,还可用于烹饪与调味剂,以及食品防腐剂等作用。 牛制在摄取,与建议使用量,也会因个人年龄、健康状况,以及其他因素而有所差异。 因此,在决定服用与摄取牛制前,也需事先咨询医生,以确保摄取上的安全。 牛制油的副作用,主要是因为过量食用而导致,和草本植物不同。 是因为牛制油是高度浓缩,过量食用容易对健康有害。 因此需在医生或中医师,以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员指示下。 并且在健康状态良好时,于短时间适量使用下是安全的。 新鲜与干燥的牛制液,与牛制油一般在食物,或作为补充剂食用,但目前并不足够的可靠讯息,说明适当的剂量与安全性。 由于牛制油含有的百里分,因此在大剂量服用后,可能会刺激皮肤与内脏,也可能会导致过敏,与恶心,呕吐,胃病,腹泻,疲劳,眩晕,头痛,多动症,肠胃不适,出血增加,与肌肉疼痛,以及吞咽困难等副作用。 精油由于活性化合物的复杂与芳香性质,以及众多生物的效应,被视为一种天然治疗成分的来源,因此也被用在制作成各种化妆产品。 另外,需避免直接涂抹于皮肤上,因为精油的刺激性,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副作用。 所以,涂抹在皮肤之前,必须和载体油混合使用,降低精油对皮肤的毒性, 并能够增加吸收的效果,也并无充足与可靠的资讯指出。 牛制油能够安全用于皮肤上,在浓度高于1%时,有可能引起皮肤与眼睛的刺激, 并可能导致皮疹,以及其他副作用等症状。 并且对于牛制与唇形科相关植物过敏的人,如薄荷与罗勒、紫苏、树苇草、迷迭香,以及薰衣草等,可能会引起副作用的症状。 天然的产品也并非一定安全。 当要使用之前,无论是否曾有过敏的情形,请先咨询医师,并请遵循产品上的相关说明。 需注意的时期。 1.怀孕。怀孕时,摄取牛制的量过多,会有导致流产的可能性。因此,并不建议在怀孕期间使用牛制。 2.哺乳期。目前并无足够与可靠的消息指出。 哺乳期。使用大量牛制是否安全。因此,并不建议此时使用。 3.对唇形科植物过敏者。对于唇形科植物过敏的人,牛制可能会引起过敏相关性的反应。 唇形科的相关植物包括,罗勒,与薄荷,紫苏,牛西草,薰衣草,马玉兰,鼠尾草,与迷迭香,以及百里香等。 4.手术期间。牛制有减缓血已凝固,并可能具有抗凝血的作用。所以,会有提高出血的风险。 因此,与手术两周前,需停止摄取,并且当与减缓血已凝固相关药物一起服用。 如,甘肃与华法林、阿斯匹林、绿比格雷、达比加群、达特潘林、伊诺甘肃等药物,以及与可能影响凝血作用。 相关的草本植物一起使用时,如,姜与当归、丁香、丹参、大蒜、姜黄、银杏、三七、鱼马力树,以及红花木树等,可能会提高瘀伤与出血的几率。 五,血糖过低。牛脂可能有降低血糖水平的作用。 所以,与可能减少血糖的食物、与草药、以及补充剂一起使用时,可能会造成血糖过低。 导致会有发抖、与紧张、冒汗、烦躁、焦虑、头痛、饥饿感、与心跳加快、以及舌头刺痛发麻等情况。 其中可能会减少血糖的食物、与草药、以及补充剂包含有。 各,与人参、苦瓜、大蒜、硫心酸、魔鬼爪、葫芦巴、瓜耳椒、七叶树、与羊车前草、以及西伯利亚人参等。 六,皮肤外用。 牛脂油在局部外用时,需以基础油稀释后再使用。 以避免不必要的皮肤刺激,与副作用。 七,糖尿病患者,牛脂可能有降低血糖水平的作用。 所以,在服用糖尿病药物时,又食用牛脂,可能会导致血糖过低,并且可能会与抗糖尿病药物产生相互作用。 因此在服用此药物时,需避免牛脂的食用,可能会引起上述情况的药物包括有。 胰岛素、浮糖定、格列美尿、格列本尿、鱼比格列酮,以及罗格列酮等。 八,锂炎。 牛脂具有利尿剂的作用。 在服用牛脂后,可能会降低人体代谢里的机能,造成里在人体的浓度增加,引起严重的副作用。 牛脂在内服,与外用都可能会引起过敏的反应。 但并非所有人都会引起副作用的情形。 因此,当有服用锂炎以及利尿剂相关药物时,在决定使用牛脂之前,需先请医师评估,以确保用药的安全。 牛脂有含有百里分,因此,副作用也较为广泛,也因为相关安全性还未知。 所以孕妇、哺乳其妇女与儿童以及肝肾功能不佳者并不建议摄取,并且牛脂可能会引起孕妇与哺乳其妇女子宫收缩,进而提高出血性疾病与流产以及出血等风险。 所以在手术的前两周,也需停止摄取牛脂。 罹患出血性疾病时摄取,也有可能会提高过度出血的风险,因此并不适合在此时服用。 牛脂含有的香秦分,也可能会降低血糖值。 所以,当罹患糖尿病时,部分药品也可能会与牛脂产生交互作用,导致血糖水平过低,以及其他的并发症。 在准备使用任何草药与精油以及补充剂之前,都需咨询专业医疗人员并且遵循产品指示使用,以确保自身安全。 牛脂是纯形科,牛脂属中的一种开花植物,有45个种类,6个芽种,和3个变种。 作为食品,与药用植物有悠久的历史。 其种类包含,1. Ariginum onis, 与 Osiracum。 这两种牛脂具有类似的味道。 另一种相关的植物是来自土耳其的马玉兰。 但其味道有明显的不同。 精油也缺少分类化合物。 并有一些品种味道介于牛脂与马玉兰之间。 2. OV 芽种, Grassoyes。 此芽种有绿色光泽的叶子与粉红色花朵。 种植于花盆与容器之中。 能够良好的生长,也比其他牛脂更具有观赏的价值。 但其味道较为辛辣。 生长于中亚、伊朗、印度、土耳其与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 3. OV 芽种, Hurtumyes。 此为常见品种,并且非常的耐寒。 其香气与OV Grasso并不相同。 叶子深绿色略带毛。 被认为是最好烹饪的品种。 生长于希腊、巴尔干、与土耳其、以及塞浦路斯。 4. OV 芽种, Virancias。 此品种有紫色的花朵与产型橄榄的绿色叶子。 生长于摩洛哥、西班牙、葡萄牙、加纳利群岛、亚素尔群岛、与马德拉群岛,以及巴里阿里群岛。 5. OV 芽种, Virigilum naiman。 是一种主要生长在温带生物群落的多年生植物。 它的原产地是从南欧到喜马拉雅山。 并广泛分布于科西加岛至尼泊尔。 6. OV 芽种, Vauguri。 分布于爱尔兰至中国,更遍及欧洲与亚洲、北美、以及委内瑞拉。 7. Orym。 此品种,是牛制的栽培变种,为常见牛制植物的品种。 具有金色的叶子,与较温和的味道。 8. 希腊Cateria Ovisops, Quartum。 此品种,是常见牛制植物的一个芽种。 叶子里面通常是紫色,小而坚韧,有银毛。 因其风味与辛辣,以及药用而享有盛育,一般常用在烹饪以及药品。 9. NANA矮化品种,为意大利与西西里等地贸易进行的品种。 一般是较为耐寒的甜马玉兰。 味道因甜辣而闻名,几乎没有苦味。 因此,能与各种菜肴和酱汁兼容而备受喜爱。 一些牛制的栽培品种与芽种,以及变种的叶子较为美味,常以新鲜与干燥的方式。 用在各种菜肴的烹饪之中,特别是添加在意大利美食,与披萨饼之中使用的番茄酱内,并且也用在其他菜肴之中。 其中包括汤、米饭、炖菜、蘸酱、草药醋、调味品,与蔬菜以及鸡蛋等菜肴。 其中味道也会因为生长条件及气候而有所差异。 牛制在俗名中描述的是一种风味,并非特定的植物。 在几个世纪以来,也已被改良出许多芽种与品系,使其有独特的风味及其他特征。 口味的范围更从辛辣,与色味道较为复杂的甜味都有。 一般市售的牛制味道会较为清淡,并且叶子也较大,密度较低,味道并不太明显却辛辣。 因此,并非最适合作为烹调上使用。 牛制是一种使用在烹饪上的草本植物。 叶子的味道在干燥之后,会比新鲜时更加浓郁。 具有温暖与泥土以及围苦等味道,但浓度会有所差异。 较为优质的味道,可能会使舌头有麻木感。 牛制也会因为气候与季节,以及土壤成分等因素,使得含有的成分与含有的量有所差异, 并且影响可能比其他植物种类之间差异更多。 牛制是因为含有泰锡、香芹芬、石竹锡、柠檬锡与罗勒锡,以及百里香芬等化合物, 使得牛制有特别的风味。 因此也是意大利美食的主要香料之一。 牛制经常使用在煎、烤、鱼肉类、鱼类、以及烤蔬菜时使用, 并也与意大利南部所流行的辛辣食物,能够完美地搭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士兵带回了披萨香草的味道后, 才开始在美国流行了起来。 牛制也在地中海盆地,与拉丁美洲被广泛使用在菜肴之中, 特别是墨西哥与阿根廷的菜肴。 以土耳其美食而言,牛制最主要用在肉类调味上。 在烧烤及烤肉店,使用在羊肉与羔羊肉时, 一般会作为调味品或辣椒粉,并与盐以及胡椒一起使用。 在希腊、干燥与磨碎的叶子,最常用在提升沙拉的风味上, 并且一般添加在鱼或肉类烧烤及砂锅菜搭配的柠檬橄榄油酱之中。 在阿尔巴尼亚,牛制常被用来制作成花草茶, 在当地北部地区特别受到喜爱。 牛制也是地中海饮食中重要组成的部分。 此饮食源自地中海周边国家, 其中包含希腊、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意大利等。 牛制在促进健康、减少中风与癌症以及心血管等好处而被推广。 一般地中海饮食,会使用大量新鲜蔬果、坚果、鱼豆类以及犬骨类等植物性食物作为基底。 在烹调时,橄榄油为最主要的用油,并多吃鱼类及海鲜。 少吃加工肉类与红肉,并适量饮酒。 牛制具有多种促进健康的特性, 包括阵痛、抗炎与抗菌,以及抗氧化等特性,也能够提高食品的稳定性。 其中的抗维生物与抗氧化活性这两种特性, 可能成为天然食品防腐剂而备受关注。 牛制抗菌的作用,能够防止多种类型的食品腐败。 与维生物的滋生,并能抗大肠杆菌、 里斯特菌症、肠道沙门氏菌、蜡状牙包杆菌、 枯草牙包杆菌、与柔嫩爱美球虫, 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常见的维生物。 这可能与含有的生物活性相勤分有所关联。 因此,能够减少脂肪酸腐败, 进而延长储存时间,维持食物的品质。 有一项研究指出,羊肉在使用牛制提取物处理, 冷冻120天后依然可保持理化, 与感官接受度,并可减少脂质与蛋白质的氧化。 此研究的结果显示, 牛制可能具有作为食品防腐剂替代品的能力。 在此,特别感谢大家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再次的相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